蜘蛛侠拼命撕扯着身上的暗黑战奖 可毒液早已嵌在皮肤深处虎难自拔 纵使玻璃的痛苦犹如千刀万狗 彼得也势必要将这种黑暗力量彻底撕下 殊不知毒液曾是彼得引以为傲的战奖 是毒液让这个曾经善良的英雄完全黑化 原本文质彬彬的书生也走起了嚣张的步伐 上班他会撩骚老板的贴身秘书 下班他就和房东的女儿说起妥味情话 走进街头打折促销的西装店 立马让他变成精神帅气的小恶把 或者称他为油腻版的蜘蛛侠 现在彼得已经完全沉溺在黑暗力量的快感里无法自拔 当他看到街边出现抹黑蜘蛛侠的负面报道 彼得会杀回报社将那个坏蛋同事一顿报答 当众只认爱迪伪造新闻让他丢掉工作 并声称只有自己才能拿到蜘蛛侠的独家高清照片 倘若老板不升职加薪 那就把照片卖给其他报社 不仅如此 彼得还要报复那个曾经甩掉自己的玛丽姐 他知道玛丽最近混得很差 于是约上金发辣妹在玛丽面前贴身热物 只为证明我是人生赢家 你却只能可怜巴巴 这一举动成功刺痛了玛丽姐的内心 热心九宝想要请她马上离开 而她却恶从胆边生 当即冲着九宝大打出手 普通人的体能怎么可能是蜘蛛侠的对手 看到玛丽受伤的那一刻 彼得这才发现自己玩过了 那个曾经充满爱意的眼睛 如今却装满了陌生和恐惧 谁都不知道 当初那个单纯善良的蜘蛛侠是如何被一步步逼到黑化 要知道刚开始彼得还是善良正义的代言人 他独自一人守护城市战胜两大邪恶反派 一个是奸诈无比的一代绿魔 另一个是科学狂人章鱼博士 如今彼得是人见人爱的城市英雄 他生活中唯一的麻烦就是曾经最好的朋友哈利 原因是哈利一直误以为彼得杀了自己的父亲 为了报仇他甘愿将自己打造成为二代绿魔 虽然有着父亲留下的各种高科技武器装备 但战斗经验不足的哈利怎么可能是蜘蛛侠的对手 彼得万万没想到战斗还没开始就已经草草结束 吓得彼得赶紧抱着哈利前往医院及时抢救 幸运的是哈利活了下来 不幸的是他忘记了有关复仇的所有记忆 看着忘掉复仇的哈利 彼得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这天晚上彼得和玛丽一起躺在小树林 看着令人陶醉的流星雨 丝毫没有觉察到一颗陨石刚好落在他们附近 任谁都想象不到陨石里居然藏着一坨黑色的外星生命 毒液悄悄爬上了彼得的小摩托 跟着他们二人一起回了家 殊不知就在这天夜里 一个刚刚越狱的逃犯就被数名警察给逼上绝路 慌乱之下他爬进了一处秘密实验基地 当他不小心摔进去坑的时候 才发现周围简直寂静的可怕 原来这里是托尼施塔克的危险粒子物理实验场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头顶的仪器就已经准备就绪 远在隔离舱内准备分子合成实验的科学家们 根本不知道场地里居然掉进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当科学家启动实验的那一刻 粒子加速器开始高速运种 不明所以的男人本想逃出去又被瞬间撞毁 越来越快的机器吹起了周围漫天狂杀 男人想躲却根本没有丝毫办法 快速移动的威力杀石在磁场的作用下被打进男人的身体内 无限破碎的晶体刺穿血肉直到和他的基因融为一体 他的血肉瞬间被质变的杀石所取代 男人亲眼看着自己的双手化作杀力逐渐消散 探机生命在那一刻之间就变成了轨机生命 粉身碎骨的疼痛让他仰天狂吼 最终只剩下声音在实验场中不断回荡 当警察带着猎犬来到场地的时候 这里只剩下了满地黄沙 可万万没想到 第二天一早实验场中的沙士居然活了过来 他们朝着一个方向快速聚拢 直到形成了人类的模样 原来那个男人他并没有死 只是在昨天极端实验的情况下改变了原本的身体构造 男人尝试着缓缓站起身来 看着自己如同怪物般的身体 他的第一想法就是先去搞钱 凭借着自己能随时幻化成沙土的特殊能力 他轻易就把巡逻的城管给全部打费 然后化作沙尘逃之夭夭 殊不知杀人的这番举动导致正在高空作业的塔吊突然失灵 塔吊上的钢板瞬间砸向一旁的写字楼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承重墙就被当即撞毁 还没来得及逃跑的格温当场就被惯性给甩到楼层边缘 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 蜘蛛侠及时赶到 在万千世民的注视下 彼得成功救下了格温小姐 为了表示感谢 格温特地为蜘蛛侠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粉丝见面会 广场上聚满了真爱他的蜘蛛粉 他们手里拿着代表蜘蛛侠的红蓝气球 纸板上写满了爱你的字样 群众们为他欢呼为他疯狂 眼看会场气氛已经达到高潮的时候 天空突然出现一阵沙暴朝这边急速飞来 原来是杀人盯上了正在押运钞票的提款车 他一拳砸爆汽车车柄 安保人员本想掏枪反击 却不料整个货箱都被沙土瞬间掩埋 杀人本以为百万现金轻松到手 殊不知人民的英雄蜘蛛侠早已盯上了他 彼得用尽全力使出奋力一击打穿杀人 这才发现面前的男人并不简单 他不仅拥有极强的恢复能力 就连攻击也是强到离谱 两人打了数百回合都没能分出胜负 眼看两台汽车即将相撞 彼得连忙就出车上保安 而自己却连人带车一起被撞停在马路上 等他出来时杀人早已不知去向 彼得原本对这个抢劫失败的杀人并不在意 直到这天他接到了警局的电话 他们说当年杀害本叔叔的凶手已经找到 此人前几天刚刚逃出监狱 这件事让彼得压抑多年的心结彻底爆发 他把凶手的照片狠狠地摔在警察面前 既然你们没有能力将罪犯实施抓捕 那就让我以蜘蛛侠的名义将他彻底抹杀 从这天开始 彼得无时无刻盯着桌子上的无线电台 他甚至穿上蜘蛛战衣随时等待着凶手露面 这样的日子不知过了多久 疲惫不堪的彼得就连每天做梦都能看到叔叔被杀的模样 愤怒与仇恨成了他的梦念 无尽的悔恨成了毒液最爱的温床 他趁着黑夜悄悄爬上了彼得的身体 彼得越是沉溺于过去的痛苦 他的触角越是能获得更多的能量 毒液一步一步逐渐爬满彼得全身 当彼得再次从噩梦中醒来 这才发现自己身着黑色战衣倒挂在帝国大厦 他的内心也从未感觉到如此舒畅 一股神奇的力量正在迅速蔓延全身 史上最强之珠侠从此刻正式登场 这天晚上彼得刚刚回家就听到了电台 正在直播那个杀人的抢劫现场 他本想伸手去拿自己的红丸战衣 可却突然想到了藏在箱子里的秘密武器 那就是毒液为他专门量身定制的暗黑战奖 彼得毫不犹豫地穿上毒液主动出击 很快他就来到了案发现场 从地上的流沙可以看出罪犯就藏在管道之下 彼得稍微用力就扯开了水泥地面 就在这时 一个记者突然叫住了他 彼得回头一看 原来是那个之前和自己抢工作的爱迪 他二话不说就夺过相机一路摔碎 现在的彼得可不会像当初那样灌着他的臭毛病 彼得在黑暗中找到了杀死本叔叔的凶手 很明显彼得这次前来可不是来谈判的 他的目标非常明确 那就是绝不允许这种人渣存在世上哪怕阴阳 这不仅仅是正义的审判 简直就是单方面的暴裂狂偶 彼得将这些年来的悲痛全都化作力量制裁凶手 哪怕他的脑袋已经被火车削掉 大半彼得也绝不松手 打斗之中彼得发现此人一旦碰到沙子立刻就能复原 愤怒的彼得不会再给杀人二次机会 他全权暴击不留一丝力气 直到将杀人打进水坑这才发现他的弱力 彼得二话不说直接冲向出水罐 滔天巨浪直接将杀人吞没 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身体快速消散在水流之中 虽然彼得成功将仇人击杀 但他内心的愤怒却始终无法放下 自从拥有毒液加持的暗黑战甲 这个善良纯真的蜘蛛侠彻底黑化 然而万万没想到 对这一切都不知情的玛丽居然在试图帮助哈利追回失去的记忆 他们一同做起了最爱的美食 一起跳起了欢乐的华尔兹 玛丽甚至在气氛浓郁的时候献上了深情一吻 这种方式果然非常奏效 哈利当天晚上就想起了绿魔父亲对他的尊尊教导 他想起了杀父仇人彼得帕克 想起了关于蜘蛛侠对自己做出的一切 复仇的欲望瞬间涌上心头 哈利当即发誓要让彼得付出惨痛的代价 然而最痛苦的莫过于杀人诛心 哈利当天晚上就变身绿魔抓走玛丽 他以性命作为要挟 让玛丽甩掉正在热恋中的蜘蛛侠 看着因试炼跌入人生谷底的彼得帕克 一旁的哈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感 紧接着他又单独约出彼得 告诉他被玛丽甩掉的原因 那就是因为玛丽已经疯狂地爱上自己 此时的彼得心痛到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就在他绝望离去的那一刻 彼得转身看到了对方一脸坏笑 这才意识到哈利又再次变成了绿魔 在爱人和朋友的双重背叛下 心痛到极点的彼得逐渐失去理智 他再次望向那个邪恶的暗黑战甲 这天晚上彼得来到了哈利的家 然而此时的哈利却还没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他甚至不知死活地一步步刺激着对方的底线 愤怒的彼得二话不说重拳出击全拳打脸 直到哈利掏出匕首刺进彼得腰间 这也代表着昔日的好友从此刻开始正式决裂 纵使哈利凭借着父亲留下的装备一再反击 可再怎么强大的武器又怎能抵挡住战斗经验丰富的蜘蛛侠 仅仅不到三个回合他就被彼得做的满地找牙 黑话后的彼得早已失去人性 他用最恶毒的话语来羞辱这个手下败将 你把我给你杀了像你杀了我的父亲 我正在评论你 你把他从我拿出来 他爱我 不 他恨你 你为他惊论 你为他惊论 我 看着彻底崩溃的哈利倒递不起 彼得这才满意的转身离去 哈利捡起身旁炸弹丢向彼得 他想用这种方式来维护自己谨慎的尊严 然而下一秒 红这一刻开始 皇后去的恶霸蜘蛛侠正式上线 他在大街上走出了嚣张的步伐 对着房东女儿说出一堆土味情话 老板的贴身秘书也被他聊到无法自拔 看似平淡无奇的打折西装店 也被彼得穿出了时尚无比的骚气步伐 一个平凡无奇的大学生 秒变街头冷酷小恶霸 现在彼得已经完全沉溺在 毒液给他带来的无上快感之中 当他看到街边报纸出现抹黑自己的报道 彼得二话不说就杀回报社 当即找到那个抢他工作的实习生爱迪 毫不犹豫地拿出证据将他举报 看到对方被老板当场炒了鱿鱼 彼得在顺势掏出蜘蛛侠的最新叠照 要求老板立即升职加薪 还必须聘他为黑蜘蛛的专用记者 为了惩罚当初抛弃他的玛丽姐 彼得故意带着格温来到 简小姐工作的酒吧约会 在玛丽面前当众和格温贴身热物 这种挑衅彻底刺痛了玛丽的内心 尽管如此他还不愿就此放手 好心酒保出面阻拦 却被疯一样的闻大嘴出手 几个成年男子怎么可能是 黑暗蜘蛛侠的对手 看着玛丽眼中浮现出失望和恐惧 彼得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毒液的黑暗力量所侵蚀 这天晚上彼得来到救赎罪孽的教堂 他决定要在这里撕下那张代表黑暗的毒液战甲 可请神荣一送神男 此时的毒液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他的皮肤里 无论彼得如何拼命撕扯 那股黑暗力量都会快速愈合 好在拉扯的过程中 彼得发现终生能让毒液躁动不安 巧合的是当晚艾迪也来到了教堂 他向神灵许下了杀死彼得的恶毒愿望 彻夜正想着终生为迷茫的艾迪指引方向 他仇恨的情绪也正是毒液挚爱的温床 慌乱中的毒液迅速嗅到了温床的方向 他迅速脱离彼得转移宿主 这也让弱小的艾迪完全无法抵抗 当毒液迅速吞噬霸占艾迪 合体后的他也长出了复仇的獠牙 彼得万万没想到 他竟然亲手制造了自己的敌人毒液艾迪 就在彼得为自己犯下的过错而痛心疾首的时候 殊不知杀人已经在下水道旁重新塑造了身体 毒液决定和杀人联手一同干掉他们的仇敌蜘蛛侠 由于毒液知道彼得的弱点就是玛丽几 于是他当即把玛丽挂在天上充当诱饵 还利用电视广播给彼得下达战书 恢复理智的彼得知道双拳难敌四手 这天晚上他再次找到昔日好友哈利 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 可如今好友已经被自己的残酷惩罚毁掉了半张脸 彼得知道如今他自己犯下的错只能自己承担 他将哈利父亲去世的真相说了出来 直到这时哈利才知道他引以为傲的父亲居然死于自己亲手打造的滑翔印 彼得明知这次赢就一定凶多吉少 但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前去迎战 果然藏在暗处的毒液等的就是这一刻 艾迪真的非常感谢彼得让自己获得超能力 他将玛丽当作盾牌 用蜘蛛侠的能力教训彼得 他想要的不仅仅是对彼得的羞辱 更多的则是想要亲手消灭这个当初让自己丢掉工作的蜘蛛侠 由于毒液对彼得的能力非常了解 他不仅能招招克制蜘蛛侠 还能以其人之道还至其身 在落地之前彼得死命撕掉胸口的毒液 他绝对不能让这些恶心的东西再次侵蚀自己 而这也导致他来不及减速重重落地 彼得万万没想到 他所在的地方正好是建筑工地 那数不尽的沙石正在等待着他掉入自己的陷阱 无比巨大的杀人站起身来朝着彼得发起进攻 此时的彼得不仅要随时躲避攻击 他还需要时刻注意即将坠落的玛丽姐 在杀人和毒液的围攻之下 势单力薄的彼得根本毫无胜算 毒液趁机伸出出手捆住彼得 然后杀人举起百吨重的锯锤轰然落下 成百上千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英雄蜘蛛侠被重击却毫无办法 现场的新闻记者只能无奈宣告蜘蛛侠的终结即将到来 就在彼得生命的最后一刻 观众瞩目的奇迹突然来临 一颗南瓜炸弹精准地进入了杀人的耳朵 随着一阵剧烈爆炸 所有人期待的救星突然登场 原来是彼得最好的朋友哈利前来救场 这次他决定抛弃一切仇恨和彼得一起战斗 兵士前嫌的二人瞬间士气大涨 彼此多年的了解让他们配合得相当默契 哈利用炽热高温将杀人的臂膀烧到瞬间融化 只需一击就能将他直接击碎 为了拯救玛丽姐 他们兄弟二人双双配合简直天衣无缝 既然没有了玛丽的后顾之忧 他们就能全心全意地开始战斗 哈利飞向高空射出两枚鲨鱼导弹成功将杀人彻底打 而躲在暗处的卢业却趁此机会偷袭彼得 他利用触手将彼得死死绑住 然后抄起钢管对着彼得一顿输出 眼看彼得即将被毒液制裁的前一年 两颗飞镖突然出现毒指的这一切 哈利飞身前来转救彼得 由于对毒液的作战方式不了解 哈利一上来就被他轻轻击 随着高空掉落的钢管让毒液癫狂不已 彼得瞬间想到了当初就是因为那些噪音 才让他成功摆脱了毒液 就在这时 毒液举起滑翔翼狠狠地朝着彼得胸口插去 就在那千军一发之际哈利纵身一跃帮好兄弟挡住了这致命一击 命运仿佛给他开了的玩笑 真是忘乱没想到自己居然和父亲当年一样被飞行器刺穿 愤怒的彼得在那一瞬间迸发出强大的力量 他挣脱了毒液的束缚 然后抓起一旁的钢管朝着毒液每人一击 还不等毒液战气彼得就拾起钢管插入地面 那不断发出的声响令前方的毒液原地抓狂 彼得眼看这招有效 他抄起钢管不断处向地面 直到围起毒液形成了一个降魔阵 那一声声清脆有力的声响俨然成为了毒液的丧钟 彼得趁此机会死死抓住毒液深重的艾迪将他揪了出来 可回头一看 毒液竟然回光反照膨胀成为一个庞大恶魔 眼看就要突破魔阵的那一刻 彼得怎么可能让他从此逃脱 他拿起南瓜炸弹朝着毒液猛然之去 而早已封魔的艾迪却依旧对毒液的超能力抱有一丝幻想 随着一阵剧烈爆炸 艾迪和他的毒液一起化为一缕烟尘消散在茫茫夜空 恶战完毕 杀人主动化作人形来到彼得面前 他满怀愧疚地讲述了当年误杀本叔叔的真相 原本马克只是想用本叔叔的汽车 善良的老人本想帮助年轻人回头试案 可不曾想在同伴出现的那一瞬间 手中的武器突然意外走火 同伴开车抛下自己一走了之 而误杀本叔叔这件事也让马克这些年来一直活在愧疚当中 他并不奢求彼得能原谅自己 只是希望他能了解自己为女儿治病的苦衷 因为生活的苦难让他别无选择 听到这一切的彼得知道每个人都需要第二次机会 最终他选择放弃心头之恨原谅马克 灵魂得到救赎的杀人化作一缕沙尘随风飘散 此时的彼得心理非常清楚 他对得起天下所有的人 唯一对不住的就是眼前这个和自己玩了一辈子的好友哈利 他诚心地为哈利道歉 然而千言万语都抵不过哈利这一句 也许每个人这辈子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在自身强大的同时也必须认清自己看清世界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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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